王一博赛车火到海外,杜华说岳华加大业大事前人栽数。 王一博的赛车经历迅速爆火,甚至意外递火到了海外。 说实话,这确实出乎我们的意料。 这几天,赛车圈可谓是彻底沸腾,热度前所未有的高涨,且迅速扩散到了国际上。 在一场比赛中,王一博这位原本在娱乐圈闪耀的明星,成功闯入了体育圈。 他在职业赛车GD3赛事中表现出色,不仅夺冠,还成功入驻了专业赛车门户网站GD3建档,成为了一名真正的职业赛车手。 这不仅是一个全新的身份,更是对他赛车实力的一种高度认可。 这无疑成为了王一博职业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,从娱乐圈跨界到体育圈, 这不仅仅是身份的转变,更是他个人实力的完美展现。 赛车的热度还在持续发酵,并展现出了常委效应。 就像王一博开辟的新境界,不仅带火了六项运动,他所到之处都成为了新的打卡地点,吸引了大量粉丝和游客,也带动了户外运动的发展趋势。 他所展现出的体育精神和积极的生活态度,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运动带来的积极价值。 这种价值不仅仅局限于比赛和赛事,而是通过郁交娱乐的方式,传递到了更广泛的圈层,引发了深远的社会影响。 王一博的热度实在是太高了,蹭热度都成了一门一竖,谁能蹭到谁就赚到。 在他超高的人气和强大的流量效应下,商业价值自然会成倍增加。 这正是所谓的趁热打铁,在王一博赛车热度爆发的带动下,他的商业价值也呈现了井喷式的增长。 今年以来,从年初到现在,他已经官宣了整整十个代言。 到目前为止,王一博手上握有28个代言,其中16个是长期合作,成为内与无人能比的代言王。 各大品牌纷纷抢着与他合作,能够拿下王一博,就等于在市场上拥有了一张通行证。 这一年来,王一博真是忙得不可开交。 一会儿忙着参加盛典,一会儿又去赛车比赛,刚忙完代言又投入到物料的拍摄。 就像个永不停歇的小陀螺,转个不停。 接下来,还有消息说他即将飞往国外,为罗一威拍摄物料。 这次高奢品牌终于有了新动作,令人期待不已。 说到王一博和香奈儿的合作,品牌方可是下了不少功夫。 这一合作,尤其是在巴黎时装周上的亮相,让王一博瞬间登上了世界趋势榜单。 连罗一威自己都感到十分惊讶,直呼王一博的受欢迎程度远超预期。 这背后最让奢侈品牌惊叹的,正是王一博庞大的粉丝基础和超强的消费力。 在香奈儿的门店里,销售额轻松达到了十几个亿,而罗一威在还未正式官宣的情况下,门店的产品就已经出现了断码和断货的现象。 作为奢侈品牌,这样的情况显然是极为罕见的。 难怪杜华在谈到王一博的KPI时,直言道没有可比性。 在节目年轻的战场中,面对新人的质疑,杜华直言不讳地表示, 月华娱乐如今的规模和成就,都是建立在前人努力的基础之上的。 他特别提到了月华娱乐的主要支撑力量,包括韩庚和王一博两位顶级艺人。 作为月华娱乐的首位顶流艺人,韩庚为公司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 而王一博则凭借多才多艺和超高的人气,成为了公司新的增长引擎。 王一博不仅在商业价值上一起绝尘,而且在影视、综艺等多个领域全面发展。 他被誉为月华的顶梁柱,无愧于月华小财主这个称号。 他的多面才能和稳定的商业价值,成为了公司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。 他的多赛道出圈,背后是实力和人格魅力的双重支撑。 王一博懂得如何自我开发和提升,不断传递正面的价值观,带动自己成长的同时,也激励了身边的很多人。 他的真实语纯粹为他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格局。 这不仅是一名艺人对自我突破的探索,更是一个公众人物对社会责任的完美体现。 感谢观看视频。 如果你喜欢这个新闻,请随时发表评论,喜欢并订阅这个频道。 祝你生活永远快乐,平安。